當年在後面設了產區 來舉辦的台南好美區活動 是行銷和推廣台南好美 以及美食的重要活動 今年台南好美區 特別跟人家的貼圖卡普來合作 搭著上街高水的卡普集產 而且還可以推出到 多方的好美區和卡普連名商品 用心行銷台南的好美 比國更多人來看到 在後面是全台灣最大的中美產區 後面推廣到在地美食 和中美的傳統文化 每年都會高伴 大人合美過的活動 今年是跟人家貼圖卡普合作聯名 來推出卡普拆毀集產 還有美食文化的第二位體驗 上當後的活動 我們今年特地跟我們的卡普團隊 也就是我們知名LINE貼圖的 毛毛從卡普團隊 來合作我們的整個 彩繪稻田的田區 以及我們相關的聯名品 那卡普團隊也非常認同 說跟我們合作那個農產品 可以幫助農人來銷售 所以它根據我們金寮農村這邊的特色 打造出我們獨一無二的卡普道鐵 例如我們的農夫卡普 然後我們插秧小雞 以及放鍋狗狗的部分 都是非常吸引的年輕人的 那我們10月8號已經進行開幕式 但我們後續活動 還有進行到10月23號 那每個週末假日 我們都有免費的DIY活動 例如進行我們的月光米飯捲 或者是那個可愛昂骨棍 都是我們結合我們在地米食的活動 這次上台北市 就是有幾大片卡普的囚餐 最近很多民眾都在那裡 除了有拆毀囚餐以外 既然還有卡普聯名的農地產品 電影 電影就到10月23號 每禮拜都沒有交易的活動 歡迎民眾 再會來到後面試圖 那我們田區最大的特色 就是我們1.2公頃的 這個彩繪稻田田區 那裡面有我們就是 這樣卡普獨特 跟我們聯名的獨家圖騰 那此外呢 我們旁邊還有一個稻草田區 是我們稻草藝術 那我們是鼓勵說稻草不燃燒入天 有環保的概念 那我們把它製作成很可愛的 稻草捲心書 以及我們人大型的 一個兩個圓 圓中的那個稻草藝術 讓歡迎朋友呢 都能跟稻草堆互動 那此外我們的田區 旁邊還有一個我們販售攤位 都是我們這次的卡普月光米 以及卡普糙米條 一些相關的限定聯名品 透過大人合比過多年 除了新聞以農村的打到金點 也基本透過多年 可以去不跟著郵件 來親近大主任 來走到農村 來瞭解特別的生涯文化 這樣才能得得及其 枸杉的好味 既然中會後面去採紅包的 現在就好了 然後再加上 幫忙